請不請世衷帶我們看到 你看五倍數超有效率的 通過亞尼的展延案 但是郭董的150億說 要跟你蓋一個癌症醫院 拖了10年 郭董怒了 他居然說 以後非沒有必要的話 我是不會回台投資的 他很少講這麼重的話 對 我們看到郭董 最近是非常怒 左批日本政府 右批台灣政府 他批台灣政府是什麼 台灣行政效率差 他決定要跟台灣說 goodbye 就像你知道嗎 2017年才蓋工 這個原本在2011年 就應該要完工 已經延遲了整整6年的時間 延遲6年 然後他要撥錢的時間點 再往前推10年 也就是 2007年 2007年把錢撥下去 你說2年 3年蓋一棟大樓 我是說蓋大樓 上樑都嫌晚了 他不是 他是來動土 他快昏倒了 對 我們看到對比 徐徐東是3.5個月光速的話 這個郭董的 就真的是行政效率非常非常的差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先跟大家講 2007年的時候 郭董那時候他知道 因為他的這個 包括他的妻子跟他的弟弟 都因為癌症過世 他也知道說 當時台大要興建一個癌症醫院 他就主動跟台大聯絡 就說好 我們要幫你出這個錢 我決定捐150億給台大 150億裡面分成三個等份 第一個等份是癌症的醫療 醫院中心 另外一個是子子的治療中心 另外一個是幹細胞的研究 這三份推下去 2008年簽約 他說我2011年 就一定要把它完成 就這樣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現在為止 你看原本的台大的 癌症醫院的中心 原本是2010年就要啟用 結果一直到前一陣子才上樑 明年才會完工 已經足足延遲了7 8年的時間 郭董當然非常非常的氣 你當然想這樣 郭董說他希望 終身的直治就是讓癌症 變成所謂的慢性疾病 甚至變成罕見疾病 像是在地球最好 你多拖一天 就多少條寶貴的性命被奪走 沒錯 郭董當初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為什麼要捐給台大 因為我希望台灣打造 全世界第一流的 華人第一的癌症醫院 他期許台大能成為 世界的癌症研究中心 所以他當時跟當時的台大院長 所謂的李士誠 他們兩個講了非常久 他說我一定要把這個做好 就你知道 每個月每個月這樣過去了之後 始終沒有下 你知道郭董 曾經有外界人質疑說 郭董你不是說要捐150億 你好像是捐假 郭董為了這件事情 他非常生氣 他說他每個月 都打電話給台大校長 盯這件事情 這一下因為 我就覺得那個公文往返 怎麼承辦人員 跟那個動物方程師那個樹來 對啊 一樣的慢 什麼都變慢 對 一樣的變慢 氣死了 讓他背黑鍋 對 所以郭董非常非常的生氣 這件事就在這樣子 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郭董會這麼生氣 主要是因為他現在感受到 非常明顯的對比 尤其是國外政府的效率的速度 跟台灣政府的效率的速度 實在差太多 人家多快 我們來講 今年他最重要的投資之一 就是廣州的徵程 就像你知道嗎 廣州徵程 他投資10.5代的這個面板廠 他的土地面積有21.56平 接近台北市的兩個大安森林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大 然後還有第二期的 22.5公尺的面積 兩個大安森林公園大 你知道他今年3月1號開工 人家預定18個月 也就是2019年就可以完工了 所以你知道這個光束 而且你知道 軍校我跟你講一個更誇張的 他這個案子 從跟廣州市政府開始談判 一直到簽約 你知道花多少時間嗎 50天 廣州市政府把它全部都搞定 這個2016年年底 才開始談的案子 在2016年年底 馬上就已經談成了 光是一體蓋一個廠房 那麼大一塊地方 一年半搞定 然後最難的打通關節 50天搞定 50天 光束就可以幫你搞定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郭台銘會那麼生氣 他不只這樣 他又去美國 我不知道今年他不知道 美國是投資 跟川普見面說 他要投資70億美金 在美國投資兩座的面板廠 最快的話 你看 下半年就能夠動工 就像你知道 他從這個想法開始想起來 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幾乎 快要完全談定的時候 也才花幾個月的時間 對 半年而已 為什麼美國這樣 美國由Cashner的先進 所謂創新辦公室 幫他開了非常多的綠燈 他說我幫你專案的處理 甚至連美國各州的州長都說 我幫你專案的處理 所以你知道 他們美國跟中國大陸 是用這樣的速度 在迎接郭台銘董事長 所以我等一下想說 是郭董你太嚴格了嗎 還是說 我們的政府部門真的是 燈不點不亮 是 我們知道 後來我們就會研究說 為什麼這個醫院 或是這種指指中心 會蓋這麼久的時間 就像你知道這個程度 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第一個 他要在台大醫院 找一塊土地的時候 這個牽扯到說 他就在校區裡面 要蓋這個醫院 你要取得誰的同意 包括衛福部 內政部 可能都市計畫要重新變更 另外一方面的話 你土地取得也是有點難度 你說這個我覺得說不過去 就算是這樣 人家的工廠一年半就蓋起來 你用這個研究 我們先會了這三個單位之後 好 你開始蓋 開始蓋醫院的時候 醫院蓋的話 你看你還要會什麼 我們衛福部也要會 然後內政部還要再會一次 就醫院你的大樓的結構這些 然後因為你是子子 所以你還要會到原能會 然後還要會到很多單位 這樣會來會去… 就像我跟你講 每一個單位只要給你 延遲了一個月 不要說一個月 延遲兩個禮拜 它這個累積起來的速度 就非常非常慢 所以後來衛福部就說 我每次台大醫院處理的時候 我一個月就送出去 可是你這樣回推進去 一個月 一個月 每個單位都一個月 就一年了 對 就一年了 一年之後 為什麼他會一直改 因為一年之後 整個機制都要重新再改 重新再改的時候 我醫院的這個大樓結構 又要重新改變 所以為什麼一直輪回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行政速度 效率太慢 拖累了整個醫院的 建設的這個速度 當然郭董說的是非常 就是說如果沒有必要 他不會再投資台灣 但是事實上我們去點一點 他還是會投資台灣 未來幾年 他可能投資台灣的醫療 跟電信設備 其他包括說面板 那種很多製造業的 工人的這種工作機會 他可能就不會在台灣投資 蔡總統跟我們講一下 我剛剛說郭董是一個急性子的人 他管那個百萬大軍是見極旅極 不僅郭董本人急精鋒的性格 他率領的這個部隊也要跟著 我們來講一個小故事 他併過Shop的時候 想起來說明天要開 這個銀行團的會議 有一個主管必須要在東京的現場 但是他仍在深圳的融花廠 結果隔天一大早8點的時候 那個同事準時出現了 人家就問他你怎麼做到 他說我接到郭董的Mini之後 立刻從融花廠坐巴士到深圳 深圳坐船到香港 香港搭半夜12點的香草的航空 紅眼班機 5點就到日本的成田機場 8點我就來到公司了 說你看人家速度這麼快 再過來 富士康的副總裁陳天仲回憶 當時簽這個雇主跟本勞工 簽這個合同嗎 那郭董跟中二幹部 每天連續5個晚上開會 晚上9點開到凌晨的1點 第一個5個晚上開得差不多了 開得差不多了以後 那一天一直開到了凌晨的4點 然後因為工人簽了50種的合約 結果你看準備的時間 只有4個鐘頭 當天的早上9點 好 就2萬個人帶著小板凳 坐在板凳上 這些工人就簽了合同 所以你看他說動眼的速度 比解放金更有效率 那同一個時間我們來看看 這幾天郭董恐怕睡得不會太安穩 清皇告訴我們 他要去Toshiba搶親 本來聽說明天就要放榜了 但是因故瞬言來告訴我們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 郭董怎麼拳頭又硬了 還敲桌大罵呢 沒有錯 在大罵台灣政府 這個沒有效率之前 其實郭董在接受日本 一個經濟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破口大罵罵誰 罵日本政府的官員在扯他後腿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 郭董要搶標這個東資半導體 對不對 那他遇到兩個最大競爭對頭是誰 一個是WD 就是威騰電子 那另外一個競爭對手是誰呢 就是博通 那面對這三路人馬 都要去搶標這個東資半導體的時候 郭董想說 你們日本政府本來對我有疑慮 懷疑說我後面有中國的資金 有中國的勢力 那我就去多找幾個盟友進來 郭董本來找了誰呢 找了Apple進來 找了蘋果進來 找了Amazon進來 結果看看你們搞不好還是有意義 沒關係 我多找幾個 又找了誰呢 郭董又找了Dale 又找了 Kingston 又找了Google 又找了Microsoft進來 找一找全部都是美國人 他想說這樣子我應該有把握了吧 而且你的兩個競爭對手怎麼樣呢 大家都只有出到兩兆日圓左右 那我最多我有可能出到多少呢 我有可能出到三兆日圓 照理說我應該十拿九穩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這時候 突然跳出一個人擋住了郭董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為什麼要擋郭董 好 首先我們剛剛講說 他有兩個競爭對手 一個是薇騰電子 一個是博通對不對 那郭董就想說 好 那我去找這個薇騰電子 來談一談 搞不好我們可以合作 合作之後我少了一個對手 我就有機會嘛 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薇騰電子怎麼說你知道嗎 薇騰電子竟然說 日本政府不太希望 鴻海拿到東智半導體 所以我們不能跟鴻海合作 已經先排了 那就沒得比啦 所以鴻海的高層非常生氣 鴻海的高層很生氣 做了這麼一段的發言 他怎麼說呢 他說有來自日本經濟產業省的 阻礙行為 我們注意關鍵字 經濟產業省 有來自經濟產業省的阻礙行為 然後他們說 民間企業之間的交涉 日本政府怎麼可以介入到這種程度 真是太不平常 這不公平 好 今天這個是接受 日本產經新聞 日本媒體 就讓你把話給我帶回去的 沒錯 據他形容 他是說 郭總氣到還拍桌子 沒錯 郭總氣到拍桌子 為什麼呢 郭總還特別點名一個人 點名誰呢 他點名日本經濟產業省 跟我們的經濟部相當 點名他的商務情報政策局的 局長安藤九佳 郭總說什麼 說就是這個人在扯我後腿 為什麼 去年夏普的案子 他希望我跟日本這個官民基金合作 結果我沒有聽他的話 沒想到那之後 這個人就一直都很不高興 然後就一直不斷扯我後腿 就是他不希望我買成東資半導體 那這樣就是招誰惹誰的 像堂堂郭董 台灣大軍的大將軍 就劍指這個日本的 他們就這個是 商務情報政策局的局長 對 沒有錯 然後你想想看 郭董跟鴻海高城 這邊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對於民間企業的交涉 政府部門竟然介入到這種程度 真是太不平常 這不公平 我要告訴鴻海 告訴郭董 我告訴你 這非常的平常 因為你們不懂經濟產業省 你說郭董生氣 你罵錯人了嗎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的經濟產業省 他的前身叫做通產省 他被當作是帶領日本經濟 跟創造日本經濟成績的 這個地下總司令 在日本也被稱為是 經濟參謀本部 所以他有一個很特殊的角色 再加上什麼呢 日本的經濟產業省 他其實也扮演另外一個 所謂的經濟情報CIA 這樣的角色 他要收集的經濟情報 他是搭配著日本大企業 在各地布點 然後把所有的情報資訊 收集回來 請黃靖不來告訴我們 你看 現在他連這麼大的 一個併購案 他可以去擋你 復興港 擋紅海 過去他有擋過誰嗎 他擋過紀錄很多 而且是什麼呢 他還非常的強勢 他叫你合併 你就要合併 他說你不准做的事情 就不准做 這麼大成績 比如說Sony過去就曾經因為怎麼樣 Sony本來在錄影帶有自己的規格 BetaMax的規格站 他本來有自己的規格 可是因為通產省干預他 要求大家都要統一 所以最後全日本相關的規格 都統一在JVC VHS的規格之下 然後大家一起來往外擴張 我們在台灣 我們都有這個體驗 有兩個系統 有Beta的 還有VHS的 最後通通大一統變VHS 背後的黑手就是他 沒錯 那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是誰呢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Honda 那Honda我們都知道 他汽車做得很成功 可是我告訴你 當初Honda要發展汽車的時候 經濟產業省那個時候 通產省是不准他做的 因為通產省那個時候 要扶植日本的汽車工業 可是通產省認為說 日本只有三家公司有資格做 分別是Toyota Nissan跟Mitsubishi 他覺得說你那個時候 Honda在做Auto bike 做摩托車的 你哪有技術做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跟本田中一郎 這個Honda的創辦人跟他說 你不要跨境來做 什麼 我們差一點點 看不到Honda的汽車 對 沒有錯 然後本田中一郎就很生氣 他就直接嗆這個通產省的官員 他就嗆他說 你們這些政府的公務員 是要維護公共利益 結果你變成是我們開拓 新事業的障礙物 扮腳石 對 他說如果你想要像 控制自動機器這樣控制我的話 拜託你來買我的股票 當我的股東 他說通產省不能造車 你卻只能制服Honda 那這樣的話就告訴你說什麼 他認為這個通產省在找他麻煩 那他就說好 那我不要管你 我自己做 但是自己做怎麼樣 通產省一樣 他在後面怎麼樣 給他找他麻煩 怎麼找麻煩 你知道本來在扶植汽車工業 會有一些優惠對不對 通通不給你 然後Honda要申請到美國去投資 申請了50萬美金 結果在國家那一關 硬給他卡下來只給他25萬美金 還限制很多條件 在種種限制之下 Honda還是自己怎麼樣 跟通產省肉搏出自己的一條路 他還是把他的這個汽車的引擎技術 做出來 不但做出來 而且還可以適用到 這個跨逐到F1賽車裡面的規格 我連飛機引起都做出來 F1我都能裝上去 跑盛盛盒 你說我不能做四輪的房車 沒錯 他就是這樣跟通產省 搏鬥之後闖出了自己一條路 然後在汽車界變成一方之霸 可是從我們剛剛講的注視裡面 你就可以發現什麼 對這個通產省正知的 經濟產業省來說 他去打壓你的企業 他去干涉你根本是家常便飯 我聽不懂 這是真的 百貨富城每個都 instrumental 他離跑ED 你曾經 VISI 左右 一